Oh my God 双十一到我们应该买得啥 中国大陆电商年度最大规模促销活动 双十一进入宣传期 各大平台广告开始朝顾客狂轰猛炸 天猫这次将日本 泰国等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入免运区后 将近七万间商家成交翻倍成长 我们要求各快递企业积极做好 与电商平台沟通协调工作 双十一助攻下 大陆整体快递业一天收件就超过七亿个包裹 再创历史新高 来自各地的包裹送到快递公司仓库 交由人工或机器分类再分送各区 运输过程环境复杂 不免沾染尘土细菌疾病毒 65岁的陈女士拆完快递后顺手揉了揉眼睛 没想到中午眼睛就开始发痒 并出现了疙大和凸起疼痛男人 大陆湖北一名65岁的女士 拆完包裹没洗手就揉眼睛 结果眼睛红肿还剧烈疼痛 检查后发现居然感染了眼目带状炮疹 疼痛等级被判定达到比生小孩还痛了十级 如果没有及时医治或治疗不当 会导致角膜炎 角膜溃疡 严重会影响视力甚至并发脑炎死亡 接触外界的这些环境以后你要勤洗手 然后人群比较气急的地方热闹的地方建议戴口罩 迎接双11电伤狂髋节之际 大陆医师也提醒 拆完包裹后要立即洗手消毒 避免直接接触食物或皮肤黏膜 TVBS新闻叶俊宏 林敏珍 综合报导